难道人年龄越大,越喜欢喝白酒了吗? 我喝一杯白酒了 对呀,您聊到这个白酒的事儿 七十六梯子就喝,六十梯子还能喝一千半斤 您也是一天半斤白酒? 一千半斤白酒,两顿 两顿? 一顿就在这里 二两顿,白酒一盒咽 一天一盒 一天一盒? 您身体还这么放? 还可以吧 那医生说的有时候不太多 不咳嗽不喘 没有一点儿 我心慌了,意乱了 我高了,晕了,啪,没有 您喝的是高度的白酒还是低度的? 高度的 就是那个 高度的泡狗蹄啊,以前泡的 现在狗蹄啊,黄参啊,沙参啊,灵芝啊,这些东西 经济可能也少 因为它不是天然的了 对 全是人工的,人工的价值相对就 药率就小多了 或者你蓬蓬的好的,但咱们坏了 真是 真是,那说说明有时候人家说这个 说不喝酒不盛烟呢 也喝了酒抽烟 我看你身体还是那啥呢 还这样 还这么棒 对,您这说话也好,底气还不是足 对啊,看您底气太足了 对 马大爷,我还想问问您 您除了抽烟,喝酒之外 您作为一位老北京人,您喝豆汁吗? 我现在也喝豆汁,我可喜欢喝 豆汁确实是好 是吧 最起码咬出来的,它什么治癌,治治疗病,治疗病 他最起码我咋不认识 我他也没特别病 尤其这三封天喝豆汁 它降压,治疾,干预 他接熟 接熟 接熟 排毒 排毒 他有他的好处 确实,那是廉价的人身是这 是 人身汤 你什么东西自己认为 喝着喝着后感觉舒服 也还养胃,我觉得好多 对,你觉得舒服的就是好的 就是好的 觉得吃的不舒服的就是不好 不好的 下次少吃后都不吃,远离 咱那火饼没了 是 观众 五次 观众 观众 观众